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习民主席见布林肯的时候提到了 双方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相互伤害 我这句话也是很重要一句话 就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可能中国想要成就对方 也希望美国也成就中国 有意思啊 你听听啊 是不是我同意你的交换条件了 你能想出这个结果吗 就是习主席愿意跟你交换 我们互相成就吗 但你别互相伤害啊 现在伤害就来了 伤害是什么 伤害就是他要对中国的金融系统要动刀子 其实这个 中国现在接到了普京的这个信息 普京五月份要访华 中国现在我觉得最最关键的 就是怎么摆平这件事 美国人说不相信 你跟俄罗斯之间是吧 这个没有关系 现在普京五月份决定来中国访问 你怎么向西方世界平衡和俄罗斯之间关系呢 普京是真的是他现在彻底的下决心 就是你乌坎这个钱 我所谓的赔款我不给 地我也不会退的 他的逻辑就是我大不了跟你美国同位于尽 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怎么办 这个很显然中国现在唯一办法就是在 普京来中国之前 我能不能什么 能不能让你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这个战事能缓一缓 或者能不能和谈呢 克里姆尼共密集的对中国喊话 在过去的两天 尤其是布林肯到中国这两天 所以姆尼俄罗斯人是疯狂向中国喊话的 我马上就来 领悟 关于这个被西方冻结3000亿美元 25号的时候 俄罗斯副会长再次表态了 如果敢动这笔钱 那就降低于美国的外交关系级别 再往前一步 就美国和俄罗斯断交 还有就关于D的问题 就是25号 俄罗斯驻瑞士大使谢尔盖 加尔莫宁明确说 我们俄罗斯人不会派任何人参加瑞士举行和平峰会 没有我们参加这种会就浪费瑞士纳什人的钱 说到底呢 俄罗斯人现在就不谈 实际就硬到底 责任思议想要回乌克兰土地 俄罗斯不谈 不谈那你就拿枪来枪 普京这么做自然是因为他前线俄军有足够的底气 但你换到中美这 实际美国人现在其实想的也是让中国帮他忙 但是习主席说咱们能不能互相成全 你成全我我也成全你 是去交换 咱别互相伤害 说白了 中国是同意美国的一些方案 可能背后要交易了 但是英国的很多人认为 咱们说英国还没有受到俄罗斯攻击 他现在说的 我觉得更有一些私心 真正我觉得波兰或者是德国 这些媒体说的可能更靠谱 因为他们离得近 乌军很多人都跑 这不正常 其实乌坎普通士兵正在跑 实际处于一种绝望状态 因为他们回不了家了 他们只有死在这才能回家 要不是伤残 把腿扎断 这种极端绝望状态 现在咱们说乌坎已经修改法律 这帮人是没有三年服役期限了 这个限制的 那么俄 泽战斯基这几天也反复跟欧洲代表 谈的是目前波兰那边 已经发生愿意配合了 让这个乌克兰把难民给遣送回来 我要人 关键在于难民进来容易 他去你怎么去 你要抓乌克兰人吗 这只能是他们自己也不想走 你得抓他们 这个波兰来说要抓乌克兰人 这个就犯了大忌 普京现在明摆就看着热闹 看清局势 就宁可和美国把外交关系彻底闹掰 也要守住我的土地和钱 我觉得这个慈禧应该好好学学 现在的普京 当年是拉钩要上吊 赔钱又割地 现在普京是什么 普京即使打输了 老子也一分钱不赔 我要给你死割到底 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少民族统治中国的时候 他一定要割地赔钱 你汉人的政权 他就没有必要 汉人怎么割地 但是除此之外 普京也没有忘记中国 中国这也是给他底气的 4月25号 普京在国内一个大会 明确说 计划5月份访华 这个事如果成行 那就是普京再次当演后 首次出访他国 就到了中国 中国对俄罗斯的重要性 可见一斑 对中国来说 承接这份热情 是一种考验 为什么 美国人已经说了 我要对你进行金融制裁了 你如果 其实中国友好 不针对第三方 关键是美国 西方不信 布林肯这次就说 不允许支持俄罗斯 他说的不是中国支援 军事支援俄罗斯 其实白宫也是相信 中国官方是没有军援俄罗斯的 中国也不会傻到直接军援 他是说 现在不允许中国在经济等各个方面 有俄罗斯走近 我觉得他说的是不允许走近 就在你讲完这话之后 人家普京说了 我五月份就来 有没有走近 走近了 肯定得签合同 估计很多的合同就要在这签 美国也 料到了中国 也不会听你美国的话 所以后续很多动作 其实都已经板上的丁了 你中国只不配合是一定的 所以我现在说出这种话 实际为我后续动手 找一些理由 但这些都是中国未来要扛的压力 但这个压力就是 实际俄乌战争跟中国没关系 情况下中国居然什么 也要背 这个锅中国得背了 习主席现在放这话 其实告诉拜登 咱们要 咱们要什么 互相成全 不要互相伤害 这个话也已经是 拜登反正心里高兴了 那就是交换 看你拿什么筹码交换了 下一步 两国的各个班子要接触 接触干什么 比如谈交换筹码 现在台湾人在操作 到底有没有他 切断中国一些银行 与世界金融体联系这个选项 一旦落地 对中国影响是巨大 很多美国银行 现在都在撤离中国 好像花旗银行在中国 已经撤了 已经撤了 这个事发展到这一步 虽然中国不是当事国 但是现在个人上 已经是难置身失败了 人家实际就找这个理由弄你 我们怎么尽快的 让这个俄乌能恢复和平 对吧 和谈 我觉得才有可能过这关 那有人说中国不怕 中国搞这个人民币 结算等等 你说的没错 但是那是后话 中国有很多这个准备 还没有准备起 包括金砖系统也没有搞好 这种情况下 突然间被人家 这个砍一刀捅一刀 确实对方也要损失 美国人也有损失 但如果美国人真的 就像彪哥一样在做梦 你就愿意担这个损失 你怎么办 所以现在看的中美 这个习主席讲 中美应该彼此成就 而不是互相伤害 这个话应该就是代表着中国愿意交换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你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就愿意交换意思 你说 我就要跟你互相成就 而不是互相伤害 是不是就表达了 我愿意跟你交换的意思 咱们成就吧 你拿你的成就来 我拿我的成就来 咱们成就 你有什么困难呢 跟我谈 我有什么困难 你能不能帮我 是不是交换了 而互相伤害呢 互相伤害就没必要说 这刚才讲的 互相成就这句话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你看不是恶行竞争 应该言必信 行必果 这也就是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等等 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拜登 我们之间可以谈了 交换了 据说三周前拜登和习明通话时候都谈了 要让布林肯来 这个实际就是当时谈的时候就确定了 可以交换一些筹码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 这个变局实际在构筑人类新的命运 命运体系 现在看中国是一面旗帜了 中国是发展新的体系的一个旗帜 全世界都在看 很多发展国家都欢迎 地球就这么大 所以人类 其实你最终也跑不出去 对吧 你美国人也跑不出去 但是习主席讲 地球能够 中美能容得下中美两国 实际就是告诉你拜登 地球容得下你 就是反话说 地球快容不下你了 如果你担心地球快容不下你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你个贩折标 自己的问题了 实际这个旧金山会谈 可能也是在位 如果这次中美之间 比如经过一段时间会谈 得到了一些双方都想要的结果 交换筹码成功了 可能习近平和拜登见面 再次见面可能性更大了 双方之间要把自己这些交易成果 要落实到这个协议上 从这个普京五月份访华之后 可能中国要加减 加减跟美国人谈了 那就是中国不得不下场 下场要 实际就让俄乌战场和中东战场 能够太平一些 实际中国不得不下场 如果让中东和欧洲 东欧如果继续打的话 对中国来说 美国人只能给中国挖越来越多坑 中国必须要下场 至少和平谈判这 中国也必须要 实际就逼着中国要参加瑞士峰会 但我估计中国的概率不大 中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 来促使乌克兰 俄罗斯能够走向谈判 当然这个背后是美国 当然这就是中国拿什么东西去交换了 你说乌克兰战争跟中国没关系 居然让中国去拿一些代价来交换 美国人这个谈判技巧也是没什么 也可以看出中国习近平现在愿意谈了 那说很可能美国这个收割世界 这一关中国可能也答应美国了 可能并不会给美国人捣乱 这次他收割日本和韩国 中国可能并不会捣乱 我会想要用彼此准备